加油 小小朋友前程把揹 全場高喊醒揹 文化總會把台灣的新港鳳天空媽祖請來了 造訪日本京都的台灣Plus文化姐 也可以了解台灣的宗教文化 今天媽祖也出行到京都 這很難得 對 我們的確就是把媽祖 然後買一張機票 然後讓媽祖坐飛機來 媽祖自己還有神明界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這裡相聚 對 所以我們準備這些茶點 讓媽祖可以去款待好朋友 新港媽坐飛機 漂洋過海抵達歷史文化中心京都 連要宴請神明朋友的台日水果點心都準備妥妥 除了新港馬老 新港衣 還有京都羊羹和草莓水蜜桃抽風雪 我想京都有非常多的宗教信仰 那台灣的宗教來到這邊 不只人交流 那我想神他們也在交流 然後像整個整場的設計就好像是民眾可以走到廟裡面 來去實際體驗 這幾天其實排隊的人潮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到日本來 來去做交朋友 這樣子做一個非常好的國民外交 新港鳳天宮特別把攤位一比一復刻成小小廟宇 屋簷燕尾都不放過 還請來虎爺作倦 讓日本民眾百分百感受新港媽信仰 資深的媽祖信徒們 就是一些婆婆媽媽在用他們手工的方式來去做 手工制的平安服 台灣拜拜習俗 洗成文化 洗成水一個不落 還有這一家 蓋下台灣Plus期間限定的馬祖大幅拓印 就能讓日本民眾帶回家眷宅 感受台灣民俗的魅力 以上是民視記者楊日晴 方俊懷 在日本京都的採訪報導